是科技大楼捷运站附近呢 常常有人脚踏车被偷啊 那么昨天一早有人听到楼下怎么有这个奇怪的声音 结果就发现 真的是有小偷在拆人家单车零件 赶快通报里长 小偷心虚拔腿就跑 里长不站骑着脚踏车紧追在后面 连派出所紧背车也加入了抓贼的行列 没晓得还是让这个小偷给跑了 时间是10月3号清晨7点20分 这名男子疑似是单车窃贼 他自备工具拆解零件 传来轻轻响嚷的声响 惊动住户 赶紧通报当地里长 前来查看 嫌疑人被问到为何带着螺丝起子 却交代不清楚 趁里长不注意的时候拔腿就跑 里长立刻骑脚踏车追上去 却还是不敌年轻人伸手矫健 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 他问我是谁我的身份 我告诉他来讲话 我说我是警员 所以请你来讲话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在派出所来讲话 做一个协差 那听到一个拍手三个字来讲话 都好像工夫片那个桌心石一样 啪 一下子就走到这个两面 就开始冲过冲到那边去 从另外一个监视器镜头看 嫌疑人飞奔跑过路口 派出所巡逻车也加入抓贼行列 接着里长骑脚踏车 紧追载后 小偷跑到死巷 一个搬墙 甩开里长和远景 逃逸无踪 而这一名一次偷车贼 年纪约20多岁 穿着绿色T恤和短裤 警民联手追小偷 还是让他给跑了 研判再度犯案的几率很高 也呼吁当地居民要提高警觉 中天新闻许志明 许少平台北过岛 忠告 明镜需要写